再把鏡頭轉回台灣來看公視董監事持續延宕 這個呢包括了這個傳播學者 今天呢就到公視前面靜坐抗議 表示心情非常火大 他們要求行政院要趕快修法 正是台灣的公共傳播政策 不要再擺爛下去了 立刻辭職 立刻辭職 立刻就任 立刻就任 學者們嚴肅的呼其口號 因為看不下去公視第五屆董事 拖了兩年又一個月還無法上任 學者認為最快的解決辦法 就是修法下修董事人數 並且讓目前已經通過了13人立即上任 請問我們的政府 請問我們這些政黨在幹什麼 請趕快下修董監事會的員額 這單一條文的迅速三讀通過 其實是非常非常容易解決的事情 過去公視法規定 董事人數介於11到15人 但政黨都想干預公視運作 後來國民黨又修法上修董事人數 學者認為執政黨有必要負責 在國民黨的立委的主導之下 不斷地把董監事成員的人數提高 以至於增加了他成立的一個門檻 那我想國民黨自己得要承擔 多承擔更多的這方面的責任 在公共電視門外靜坐 中午過後學者們也將從內湖步行到行政院 要行政院立即提出公視問題的解決辦法 以及在最快的時間成立公視董監事會 對全民負責 由DNTV蔡宗如黃一金台北報導